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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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我是吳子瑜 歡迎來到三分鐘買房基礎教室 都說房子是不動產 是最保值的資產 我是不是真的該買房呢 事實上 無論您是單身 鼎克族 游子族 銀髮族 人的一生總是離不開房子 除非長輩有房 並且同住在一起 否則每個人都會面臨要不要買房子 或者是租房子的抉擇 因此 這個禮拜 鯉魚就幫大家整理買房子的優缺點 提供大家作為比較參考囉 首先 買房子的優點有 第一 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子 比起都別人的房子 相信住起來會比較有歸屬感 第二 不必常常搬家 在購買高級的家具 與容易破碎的擺設的時候 比較不用擔心 搬家的時候比較難以自行包裝移動 畢竟 自住房屋的換屋頻率比較低 建議到時候就花錢請專業的搬家公司協助拆遷 來保護自己的高級家具以及擺設 第三 可以隨心所欲的裝潢佈置 不必看房東的臉色 住起來也會比較輕鬆自在一些 第四 房子是天天要居住的生活必需品 並且購物是屬於資產投資的一種 第五 買房可以視為強迫儲蓄 從小房入手 再漸漸以小換大 風險也比投資基金、股票還要來的低 長期之下房子也相對的保值喔 第六 變年輕的時候申請購物貸款 平均核貸的乘數以及貸款的利率 通常都會比較有利一些 第七 老年人要租房子會比較不容易 除了房東可能會擔心老年人容易發生意外 比較不愛租給老年人以外 年紀大的時候如果還是居入定所 常常要搬來搬去 對自己的身心也會比較辛苦一些些 第八 退休沒有收入的時候 如果有房子 可以向銀行申辦立項抵押貸款 也就是所謂的以防養老 可以換取生活費 又在自己熟悉的環境當中養老 而當然有優點也就會有缺點 買房子的缺點有 第一 當自己的收入還不穩定的時候 背負房貸可能造成經濟壓力過重 反而會沒有生活的安定感 第二 房價有起有落 萬一貸款買在高檔 卻剛好在低檔的時候失業 這個時候每個月要繳交房貸 就會成為一種很重的經濟負擔 第三 房屋會需要修繕、維護 也有管理費、保險費、地價稅、房屋稅等等的成本 第四 房子變現會需要時間 如果急需大餅基鐵的時候 可能會必須要降價求售 第五 房地產非常昂貴 是許多人人生當中最大的一筆支出 可能會因此失去其他投資 甚至創業的機會 而因此 只於認為 買不買房首要的考量 當然是自己的財務狀況夠不夠穩定 不應該為了買房子 而過度犧牲自己與家人的生活品質 不過如果可以事先做好規劃 以及財務的精算 那麼繳房租還不如繳房貸 不但住在自己的房子最舒服 更可以強迫自己從年輕的時候開始出事 從小房入手 漸漸的換成大房 老的時候不但能夠以防養老 還可以在自己熟悉的環境當中老化 也就是所謂的再宅老化的概念 其實也是一種很不錯的選擇喔 感謝您收看這個禮拜的 子余三分鐘買房基礎教室 如果您喜歡這支影片 希望您能按喜歡以及分享訂閱 也歡迎您在FB上搜尋紅色子房 幫我們的臉書粉絲團按讚 並且在LINE搜尋 加入子房情報分享會的LINE社群 我們下個禮拜二晚上9點再見囉 掰掰